歡迎回到老王說 大家好 我是老王 你知道警察和黑刀 拜關公的原因是什麼嗎 其實跟你想像中的 會有一些些落差 關公的神像 不只有拿刀的 也有拿書的 甚至也有綠袍和紅袍 到底差別在哪裡 警察跟黑幫都拜關公 那這樣關公會幫誰呢 我們先不報了 今天會有神明揭秘的單元 節目結尾你就能知道答案囉 先讓老王說一則小故事 之前NBA署長事 就發生一件很玄的事情 事情是這樣的 有一位新來的警察實習生 他把關老爺的神像搬走了 他擦桌子 學長大喊說這不能移啦 為什麼學長會這麼擔心呢 原因是這樣的 曾經有一位警察所長 因為信仰不同 他就把關公收到旁邊角落去 過沒有幾天 假期就發生了以前 二十幾年來 從來不曾發生過的 重大刑事案件 真的就是這麼玄 今天我們就要來說 喊關聖定居有關的兩則靈異故事 故事來自靈異公社 接下來的故事 老王會用第一人稱來敘述 事情發生在2015年5月 5月那一天 四個星期六 晚上七點多 我跟老婆臨時起義 不然今天晚上來去九份看個夜景好了 到了九份 我們先去老街內買幾個超阿貴 滿足嘴殘 本來是想要在老街裡面找一個銀茶店 泡茶 看夜景 而我老婆就說 茶水費很貴 不要 於是我們決定去不厭廷 不厭廷是在基隆山的後面 騎車還要跑一段山路 中間會經過墓地 不過不厭廷這個地方離墓地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還好 離開了九份老街 繼續往山上騎 大約騎了20分鐘 9點到了不厭廷 太好了 這裡一個人都沒有耶 我們就把機車停放在不厭廷斜坡 入口處那裡 用手機開啟了手電筒 走上去涼亭坐著看夜景 一邊聊著工作上的八卦 生活大小事 聊著聊著 我老婆說想要合照一張 拍完以後 我們看了一下照片 我跟老婆兩個人都慢慢轉過去看 身後一個人都沒有 那為什麼照片後面大約5公尺處 出現一個女的野入鏡 連穿的鞋子也拍得很清楚 是古代婦女那種包鞋 我們東西拿一拿 直接衝到機車旁邊 抵他摩托車旁的時候 我們兩個都聽到 山邊的草叢裡 有人在走路的聲音 可是晚上9點多 再說這裡完全沒有路燈 整個暗的 誰會在草叢裡面走路 還不帶燈的 我們騎上摩托車 直接往九份老街的方向衝 路途看見一個牌子 聖明宮 官聖帝君 於是一頭往那邊下去 機車停在廟城前 看見廟宮正在關門 我們衝進去說 等一下 我們想拜拜 我們在山上遇上髒東西 廟裡還有一個人 穿著誦金那種穿著 那個人看到我們也從廟裡走出來 他說 你們剛剛是不是有去碰上什麼 於是我們就把剛剛發生的事情 敘述了一次 師父要我們進去廟裡 說這個不處理會跟回家 接著要我們把手機拿出來 看完以後叫我馬上把照片刪除 現在快點刪除 接著我們按照師父說的 去天公爐拜拜 拜好以後去大殿內 香拿著不動 師父就走進內殿 拿出類似令奇的法器 在我們身上來回掃 嘴裡念著我們聽不懂的經文 然後跟我們說 因為那些好兄弟姐妹 他們知道我們有在拜拜 所以想要跟我們討看看 有沒有零用錢可以施捨討名子這樣 師父最後交代 明天下午還要再來廟裡一趟 帶十五支名子過來 隔天下午 我們按照師父說的 抵達了廟裡 師父說 官聖帝君願意做主 拿錢給他們 對方本來還想要一些什麼 帝君一眼瞪下去 他們就不敢了 以後你們晚上還是別亂跑吧 早點回家 師父說完以後 我們連忙道謝就離開了 很感謝官聖帝君跟師父 也很慶幸沒有發生大事 至於補煙廷那個地方 我們再也不敢去了 半夜真的很容易出事 例如下一則靈異故事 我是媽祖娘娘的義子 有一天晚上我要去找我朋友 她在超商大夜班上班 我騎著我的小摩托 來到了一個十字路口 騎著騎著 我就看到我的右手邊 有一個人準備要起跑的感覺 她要從右邊的人行道 衝到對面去 所以我馬上緊急紮身 結果連人帶車摔了出去 那個人就蹲在我旁邊 頭低低的一直笑 一直喃喃至於 我沒有看到她的臉 我只覺得很痛 我半夜遇到瘋子 但是我開始仔細聽她說的話 才知道原來她說的是 妳看得到我 原來妳看得到我 我要把妳桌坐 說完以後 她竟然就在我的眼前 像空氣一樣透明化了 我嚇傻了 這是遇到鬼了嗎 接下來的兩個禮拜 我都在那個十字路口出車 而且都是自摔 我真的不懂我是怎麼摔的 好像那个十字路口 跟我的刹车有仇一样 因为我自己真的觉得 自己虽然遇到鬼 但我又没有做灰心事 所以也没有去找 自己家里的主神拜拜 更没有去外面寻找协助 直到最后一次摔完 我回家烧了一整个礼拜 我真的受不了 我直接去医院挂急诊 医院也查不出原因 朋友把我拖到了高雄五庙 说关圣帝君是正气凛然的 遇到妖魔鬼怪就是要找他 那时候我不知道 是不是脑袋被门夹的 我朋友要把我带进去庙里两三次 我打死都说我不要 最后我还咬他直接跑掉 整个超繁残的 我都觉得这不像是我会做的事情 后来我妈妈把我带回家 照顾我车祸的伤 晚上我做了一个恶魔 我蒙到一个人 跟我在同一个空间 他一直追着我跑 然后拿了很奇怪的东西绑住我 一直跟我说 睡啊 睡啊 快点睡 这样我就带你去好玩的地方了 快点啊 我突然想到了妈祖娘娘 我就在梦里跟那个鬼骂说 你敢动我 信不信我找妈祖娘娘来 现在放我走你还可以回头 可是呢 我感觉我被缠得越来越紧 那个鬼也没有要放我走的意思 他的鬼脸也一直越来越紧 忽然 我感觉到一道光照到我 我就在梦里看到妈祖干妈 一脸凶狠痒样旁边还有跟着一位拿一把刀 然后胡子很长的大叔啊 那个大叔指着那个鬼说 灭出还不放开他 如果你真理不误 不要怪我刀下无情 我在旁边整个吓傻 哇好帅喔 这大叔也太帅了吧 我忍不住喊了一声 爹救我啊 紧接着我就看到那个长胡子帅大叔 提起他的刀 往鬼的头砍了下去 然后我就醒了 我醒了以后 我妈一脸紧张在看着我 然后问我 啊 你有没有好一点啊 我说 我没有 我做噢梦而已啊 我妈妈才说 刚刚我看你睡觉 一直冻一直冒冷汗 我叫你起来 你就整个弹坐起来开始瞪我 我觉得不太对 我就上楼 拿你干妈的香灰 加大杯皱水 往你嘴巴灌 然后你就吐了 我刚刚还一直叫你 我就再灌一次 接着你就醒了 然后呢 妈妈要我赶快换衣服 说要去庙里找妈祖娘娘 于是我就拖着 像被十台卡车压过的身体 去到妈祖庙 庙公一看到我就跟我说 快点快跪一下 跟妈祖婆还有官僧帝君说谢谢 如果不是你妈祖婆 带着帝君去救你 现在你就已经没有办法在这里了啦 然后我就莫名流着泪 跪了下来 接着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 后来我朋友 没有再带我去一次高雄舞庙 我才知道 那个鬼是看我的气虚 而且又很衰 那一条路上也没有别人 就只有我一个 刚好我吃场又对得到他 看得到他 所以他准备抓我来抓交替 加上我自己为了玩乐 也都没有回家看妈祖娘娘 才让人家有机可乘 经过了这件事情 以后我懂了一个道理 不管是人是神 你都要尊重任何一个人事物 多多孝顺父母 还有要多回家 神明只会叫你做好事帮好人 不会叫你抽烟 也不会叫你吃病狼 或者吸食不法物品 最后我只能说 官圣帝君真是帅呆了 对吧 接下来是神明皆逆 官圣帝君还有一些不同的名称 例如协天大帝 文恒圣帝 官帝爷 帝君爷 官老爷 官二哥 官公 恩主公 恩主 等等都是同一位 也就是官于 官云长 他不是从三国演义被神格化的 毕竟三国演义是在元朝才做好的 根据历史 唐朝就已经有人在拜官云了 但那也只是推崇的拜 真正建庙则是在明朝 明太祖朱元璋盖了汉寿庭侯 官云庙 列为金师金陵试典之一 官邑庙很多地方都有人拜 我网络上查到 马来西亚吉隆坡网造会馆旁 就有官邑庙 日本奉官语为学问跟生意之神 横兵跟神户仍然有官邑庙 琉球九米春官邑庙 韩国首都首尔也有官邑庙 在东大门外面 由明朝政府资助建庙的 开办的时候他们还会用 朝鲜乌教的传统仪式 洛杉矶中国城也有北美最大的官邑庙 蒙古西藏越南也全部都有 香港台湾就更不用说了 佛教尊奉为迦兰菩萨 并且尊官邑为护法神 也就是我们在庙宇门口常常看见的 门神迦兰跟韦陀 迦兰也就是官邑 那么为什么警察跟黑道要拜官公呢? 有人说警察拜官公讲的是正气 并且保佑协助破案 出中央任务的时候 都会碾箱向官老爷求平安 而且如果查获枪械 还会打一张金牌 把查获的同仁名字写在金牌后面 借此来向官老爷还愿 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种说法 但是老王还听过另一种特别的说法 说过去官邑成瓜骨疗伤 所以拜官邑也能让自己就算重担 也能保平安 这是我从刑事局听来的说法 至于黑道呢 黑道大家知道的都是 官公讲义气 会保佑讲义气的人 其实老王听过另一种 比较负黑的说法 但是这是我听来的 不是我认为 黑道通常都尊贞 官邑为官二哥 只为了让小弟们知道 人理道德长幼有序 官邑就是这么忠心耿耿 忠义两权 就算他被曹操抓了 他也没有背叛 甚至他绝对不会效忠两个主人 其实这也是潜移默化的一种方式 透过信仰让小弟更加听话 如果你不听话 神明自然会惩罚 这也是能解释 为什么古代皇帝们 都要帮官邑受封 也是为了让人民知道 忠于皇室的重要性 绿袍和红袍的官邑差在哪里 这其实有两种说法 加哥警察只败绿袍官邑 代表天下太平 香港黑帮则败红袍官邑 代表血战沙场 但是在台湾的黑帮则 大多都败绿袍官邑 因为如果衣服染红了 不就代表自己衣服染血了吗 当然这些习俗都看个人怎么想 也有人是败红袍的 只是官邑的神像也分非常多种 不过不像我们之前提过的三太子一样 这么多分灵 他只是法器跟姿势的差异 官邑的雕像大致分成 站姿 坐姿 骑马等三种姿势 手上拿的是四种姿势 拿着书的 拿着官刀的 手放在膝盖上的 手托着衣袖的四种 另一手通常都摸着胡须 官邑的神像还分文跟武 拿书的属于文武兼背 通常警局都会拜这种类型 它有正手的意思 拿官邑的属于正武 通常黑帮都会拜这种类型 有充斥的意味 手放在膝盖或者脱的衣袖的 就是正文的 从伤的人通常都会拜这种类型 不过也是依照个人喜好 或者缘分不同 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 只是像是拿刀拿书的 又有一些小学问 拿着书的只能是卷起来的书 你不能是打开的书 否则你开了本就会亏了本 拿官邑的官邑刀刃不能向外或者是向上 因为那是要杀人的动作 透过向下或者是向内 这样子的动作来振折邪灵 那么警察跟黑帮都拜官圣帝君 那官圣帝君到底保佑谁呢 老汪认为官圣帝君保佑好人 警察也有烂人也有坏人 台湾就发生过警察把枪支或毒品藏在天花板 甚至还把百万元的手表偷走 但是仔细去想一想为什么会被发现 我想这就是所谓的人在做天在看吧 你做这些事 官圣帝君当然不会保佑你 黑帮也是 黑帮不全然都是坏人 我看过很多个都会做善事 做的程度还比大家所认知的好人更好更多 这样黑帮是坏人吗 其实也未必 这世界上有阴就有阳 有黑就有白 我不是鼓励大家做黑帮 而是你不该用世俗的眼光去看待一个人 如果可以选谁想要当黑帮呢 如果可以选我要做比尔盖茨的小孩 那你说呢 官圣帝君会保佑谁 然后只能说 坏人官圣帝君是绝对不会保佑你的啦 对不对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留言处有更多灵异故事可以拉下去看 如果你有想要听的题材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有灵异故事也欢迎你投稿给我 投稿位置就在留言处 我是老汪 我们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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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